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QR Code訂閱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這一次疫情過後 全球抗中反中的浪潮 不斷的越先越高 最新的新聞 下個禮拜哥本哈根的 民主高峰會參議文 跟美國國情蓬佩奧 受邀同台出席 這裡頭可能是同台視訊連線 這一次在國際關係 在台美關係上 事實上台灣的能見度 跟國際地位不斷的提升 而與此同時 政治上的中概股不斷的崩盤 也因此這一次 韓國瑜面對的是 罷免的政治的挫敗 那整個國民黨被韓流之亂 綁架一年多之後 何去何從也是外界觀察的重點 另外一個部分 澳洲的智庫直接追蹤 確實中國的紅色滲透 海外擴張 那非常的綿密 包含了台灣 包含了澳洲 包含了美國 包含了全世界 都有各式各樣的紅色滲透 跟紅色的統戰 而這樣的紅色的統戰 引來全世界的 這一個圍堵跟反彈 與此同時 在台灣傳出來 紅色血汗的共產健保 引來了醫護跟醫界的反彈 而這背後有多少 我不會論這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 都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林靜怡 大家好 再來是來自日本的 產經新聞台北自治局長 石板明夫先生 大家好 再來是要被報復性罷免的 王浩宇 大家好 再來是李正浩 大家好 再來是吳傑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下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 全世界都在反彈 紅色滲透 紅色統戰 那這一次呢 這個日本呢 率先 在G7開會之前呢 安倍有了公開的說法 創下剛剛看到的是 安倍晉三主導G7 要對港版的國安法的 這一個反彈 有一個聯合的陣線跟聲明 那與此同時 這個美國方面不斷的拉抬 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跟地位 今天傳出來是 哥本哈根的民主高崩會 美國國情蓬佩奧跟參與文會 同台這一個連線出席 現在全世界呢 中概股的崩跌已經是一個趨勢 而這樣一個趨勢裡面呢 安倍晉三呢 也跳出來了 他說他要去主導G7的國家 發表一個對於港版國安法的不滿 而且要基於人道民主法治這種權利 告訴說中國你不對 那安倍這樣講的話 當然中國會氣噗噗的 但是呢 轉個日本呢 現在在情緒裡面呢 已經不在乎你中國的反彈了 所以他們還特別講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他們呢有些人就說 乾脆不要再讓習近平 因為本來這個安倍那時候 對疫情的時候 很希望習近平去訪問日本 不要讓習近平來了 取消習近平的訪問 而在此同時呢 全世界裡面呢 就是那個哥本哈根的 20國的民主高崩會 在18、19號要取來 那現在取消的時候 他們公布了第一個呢 讓全世界看到傻眼了 再列出來 因為今年呢是沒有辦法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用視訊會議 在整個排列裡面 前面最前面的前三個人 第一個是蔡英文 第二個是蓬佩奧 第三個是歐盟協會副主席 所以你看就擺在這邊 擺在第一個位階最高的 竟然就是蔡英文總統 而且蔡英文總統 要先發表演說 演說完畢之後 才讓蓬佩奧 在這個視訊上 發表第二篇演說 所以你把台灣 把中華民國的位階 拉到有多高 而且他用了蔡英文的 叫做ROC的總統 然後裡面在瓜服台灣 就是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 他們也就完全的加下去了 所以這個民主基金會 固定的哥本哈根 最新的議程 告訴你說台灣 我們把你拉高 而且蓬佩奧告訴你說 蔡英文的位階比我高 我是國務卿 他是總統 他放第一個 所以這樣一個態勢都出來了 而且在這裡面呢 剛剛講的有歐盟的 副會長都在來了 政治崩潰是甚麼 就是捷克 在二月的時候 傳出來捷克的第二號人物 他們的議長 因為去了那個整個跟那個整個中國 住捷克的大使 吃完飯之後沒多久 15天之後非常緊張 最後星期改勝而亡 現在要改選 那目前的第二號人物呢 有可能是要挑戰總統的人呢 他也直接講了 9月他會做專機來台灣訪問 中國再怎麼樣反感 中國說要去殺掉他們 封殺他們的汽車 我照樣要去 所以跟中國跟台灣站在這邊 完全不理你中國 這情況都非常明顯 然後我們記得去年的時候呢 當韓流起來 蔡英文在很壓力的時候 中國開始跑我們強根 然後就是吉里巴斯 索羅門兩個國家跟我們斷交 當時連蓬佩奧什麼 就去制止都沒辦法 現在他們的選舉的主軸 他們的挑戰者已經講了 主軸就是要不要跟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恢復邦交 而且這樣一個主軸 吉里巴斯也是打出來了 所以看到整個過去的時候 整個習近平大外宣紅色統戰 現在碰到了全世界挺台灣 脫中挺台入美 這樣一個潮流在做反夫 那我請教一下林委員 這次疫情過後 事實上呢 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跟國際的肯定度 跟國際的關係也跟著改變 那其中很大的核心 是台美的關係的調整跟改變 台美關係我想 其實去年那個時候 我們講台美關係法 40年的時候 已經是提到說 那是台美關係 有史以來最好的時候 但是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我相信那個所謂有史以來 最好的時候 是逐漸的在進到更好更好的時候 所以第一個事情 包含這個疫情對於美國 不論是經濟或者是人命上的損失 那讓這一個川普 對於中國之間的對中政策 他變得更強硬了 而且他認為說 不論是產業 或者是很多的國際合作 開始要提防中國了 那當然說實在話 這對台灣來說 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那所以說 不論是政治上面的合作 或這段時間我們會看到說 其實我們大概有一些端倪 可以看到美國的 包含他們的軍機 包含他們的軍艦 在台灣海峽這附近的一些動作 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來 願意跟台灣合作的一個資訊 還有一個事情 這一次因為高雄市長的罷免案之後 再補充一個事情 我們高雄是有很重要的軍港的 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 美國在日本沖繩的軍港 跟他們的這個所謂的軍事合作 台灣一直缺一塊 就是我們在高雄能不能合作 所以其實接下來是也牽涉到說 那美國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跟我們在這邊再做一個合作 那這段時間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還有其他國家 都大量的呈現了台灣的新聞 提到台灣疫情啦 台灣的一些 包含上一次選舉的一些成績 你會看到對於蔡英文總統 她的這個名稱 都會叫做President of Taiwan 對 台灣總統 也就是她不會用一個奇怪的名稱 稱呼你 不像早年那個馬總統的時候 中國那邊會稱呼她馬先生 可是我們被其他國家 都是直接稱呼總統的 所以我會認為說 這一次不論是川普的選舉 或者是在疫情的過程中 台灣所表現出來的成績 還有台灣對其他國家的幫助 尤其美國 對於我們接下來 就是說美國在跟台灣的合作裡面 不論是實質的 這種所謂公共衛生 跟醫療議題的合作 我相信在政治跟國防上面 會有非常多明顯的動作 好 那我請教一下石板明夫先生 這一次事實上 哥本哈根的這個民主的高峰會直接邀請蔡英文總統 你不斷的在本節目的錄影當中強調 蔡英文應該更積極 然後更往全世界邁進 擁抱全世界 而且不斷的增加全世界的能見度 這一次非常明顯 首先是今年一月份台灣的大選 蔡英文贏得了史上最高的得票數 那這裡頭呢是外界給他一個連任後的政治能量更高的這一個肯定 然後緊接著而來是抗議的過程當中 台灣本身的能見度跟國際的肯定度也不斷的拉高 那這一次呢很明顯的是呢 美中關係惡化跟全世界圍堵中國的過程當中呢 台灣的空間 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角色都跟著擴大了 對 我覺得怎麼說呢 現在是這40年以來中美關係是最差的時候 也是台美關係最好的時候 那麼特別是很多 像這次哥本哈根的會議 很明顯美國在後面做動作嘛 美國要把蔡英文捧起來嘛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蔡英文很幸運 就是說美國在替你掏錢部署嘛 所以說呢 台灣應該更積極的迎頭趕上嘛 自己做一些 毕竟努力還要靠自己嘛 所以說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啦 那麼剛才也講到 就是說安倍首相的講話 其實我覺得安倍首相講話 雖然 當然我們的產經新聞 我也寫很多文章 一直在香港問題 台灣問題上 一直在批評安倍做得太少 那麼我覺得不光是我們輿論的關係 安倍呢 還有一個 應該是和美國有關係 美國川普 應該是跟他說 你也要積極一點 所以說他才突然間表態 我覺得這是一個安倍的政權的一個態度的轉變啊 那麼一旦往這邊轉的時候就很難再轉回去了 那麼安倍的任期呢大概還剩一年左右 我想他也在考慮 他本來想把習近平訪日 恢復日中關 修復日中關係作為他的政權的一個成績來說 但是現在越來越難 那麼可能他要考慮到自己的歷史定位 那麼畢竟做了十年首相 那麼他自己留下什麼東西 他自己要考慮可能是他的其實理念是他是日本的光譜在於保守系政治人物的光譜裡面 所以說對中國是應該一直是算比較強硬的 很可能他最後勝一年會越來越強硬 所以你的感覺是安倍有一個態度明顯的調整 我們觀察G7喔這個回應川普的態度喔 美國的部分是非常強硬的 可是呢日本跟德國的態度不一樣 德國因為梅克爾的態度曖昧 所以川普直接說德國他要撤軍 而且他對於德國對中國的戰略跟政策非常的不滿 可是安倍是直接公開談話 他說呢G7應該對於港版國安法有一個聯合聲明 有一個一致的立場 然後要挺香港 所以安倍在這裡頭呢 完全站在梅克爾的對立面了 對 我覺得應該是他和 因為安倍和川普的私交非常好 經常打電話溝通 那麼我想安倍一定是得到了美方的某種受益 或者某種承諾之下 他才有這個外交上的動作的 因為日本的外交 我們大家知道日本是有和平憲法 他沒有軍隊 所以說呢我們管日本的叫一個單費國家 只有一個費的活動 所以說很多事情他自己做不了主的 那麼如果有美國的支持和美國商量好的話 他會配合美國做很多動作的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這個安倍晉三公開呼籲G7 應該對於港版國安法有一個聯合的聲明 那這一個對中國非常強硬的態度 當然跟國際關係老美的態度有關聯 這一次呢老美確實在每個面向上 都圍堵中國反對中國 那非常讓人意外的是 這一次的哥本哈根的民主高峰會呢 蓬佩奧直接要跟蔡英文同台 那這裡頭呢老共會如何反應 外界當然也在看 不過全世界也在看 台灣的政治氛圍的調整 好 石板明副先生剛剛看到的是 松田康博 他事實上去年韓國瑜總統大選的時候 曾經鬧過一個新聞事件 說日本知名的這個專家學者智庫 跟韓國瑜碰面 結果韓國瑜給人家放了鴿子遲到 那引發了新聞事件的攻防跟爭議 不過他評論了一個事情 他說呢這一次韓國瑜的罷免 那年輕人看到韓國瑜 韓國瑜後面看到國民黨 國民黨後面看到中國 所以他的評論事實上 國民黨跟韓國瑜都是中國在台灣的代理人 那年輕人向中國說不 這一個觀察評論跟方向 跟你的觀察也是非常接近的 那你的觀察也經此事件之後呢 你會發現全世界在圍堵封鎖中國的部分 那一個圍堵是越來越緊縮了 對 現在向中國說不的 並不只是台灣的年輕人 全世界有很多很多人都跳出來向中國說不 我非常注意的一條新聞就是說 六四那一天的時候 中國的著名的球星郝海東 他和他的妻子夜少瑩兩個人跳出來說 要打倒中國共產黨 而且說共產黨是邪惡的 這個影響這個新聞呢 因為報的並不是很大 但是說這個新聞在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麼怎麼說呢 就是習近平首先他是個非常喜歡踢足球的人 他到全世界從青年輕時喜歡踢足球 而且呢他就是說 他上台之後呢發誓要把中國的足球事業搞上去 足球要從孩子開始 那麼他全國建了很多足球學校 那我在北京的時候我也訪問過幾個 每個足球學校一定會放一張照片 2002年日韓世界盃足球賽的中國的足球隊的合影 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突破了亞洲預線 闖入世界盃的聚賽 雖然一場沒有贏啊 但是說在這個11個人裡邊 穿10號球衣就主攻守的就是郝海東 所以說對中國所有的喜歡足球的少年來說 郝海東都是最崇拜的偶像 那麼郝海東的太太呢是打羽毛球的 也是作為世界一號種子選手 參加了得過很多很多冠軍的 那麼他們兩個呢都是在中國呢 就是中國國家來培養的體育精英 中國呢叫舉國體制 就是說把國家把所有的資源集中起來培養你 然後呢讓你出去以後成 一到成績以後呢你變成一個為國爭光的一個形象 然後用所有的國家機器動員來宣傳你 然後塑造一個形象 所以說不管是郝海東還是葉超穎都是 怎麼說呢這種舉國體制所培養出來的英雄 同時呢其實兩個人也是舉國體制的悲劇中的人物 郝海東呢他年輕的他是小的時候 10歲就參加了就是解放軍的八一隊 解放軍的足球隊 然後其實他都有少校的軍銜的 然後呢他年輕的時候十幾歲二十歲的時候踢得非常好 當時全世界很多的南美的歐洲的球隊都想要他 但是中國不放他 其實最好的機會就沒有了 然後呢他後來轉移到大連足球隊 大連足球隊呢就是說當時薄熙來 而且他的老闆叫徐明 還有當時王立軍也很挺他 所以說他其實是大連薄熙來團隊帶起來的 把他培養出來的球星 但是說呢對他來說這些人是恩人 但是現在就是這個人一個比一個慘嘛 徐明死在監獄裡 王立軍現在半身不遂癱瘓也在監獄裡 薄熙來也在監獄裡 所以他是看透了這個共產黨這種權力鬥爭的這種醜惡的一面啊 那他的太太呢其實是2000年的時候 他太太當時也是世界冠軍 但是參加羽毛球的單打的半決賽的時候 碰到一個對手叫葉拱智超 這也是一個也跟他水平差不多的 但是他們的決賽的對手是個丹麥選手 然後中國團隊就是中國隊主教練就是覺得 孔志超可能贏的面比較大一點 就讓他太太說你半決賽你要輸給他 命令他輸球 而且呢不能消耗孔志超的體力 所以你要快輸 所以說呢 輸還要快輸 對 所以作為一個 打腳球 運動員來說 這是一個很難以接受的 但是沒有辦法 只能一邊哭一邊輸掉 輸掉以後雖然他最後得了銅牌 但是說比賽結束的時候就隱退了嘛 等於說他們都是這種舉國體制培養出來的這種悲劇 在中國其實這種舉國體制的悲劇非常非常多 我在北京奧運會的時候採訪一個叫顯東妹的一個女子柔道的選手 他得了冠軍 然後呢 他選手 我們問他說最想 得冠軍最想做什麼 他說最想見我的女兒 我已經一年多沒有見到了 他女兒那個時候一歲半 也就是說女兒生下四個月以後 生下來就不見了 他媽媽就去訓練 然後就見不到女兒 然後就為了得冠軍 得了冠軍以後才可以去見女兒 就是中國的這種舉國體制為了得金牌的 是完全的不惜血本 為國爭光 同時也是因為國家被拋棄的一些人 所以說呢 郝海東和他太太兩個人現在在西班牙 他們兩個出來反 就是批評共產黨 其實他們兩個後來就是一直 在國內其實也沒有很好的機會 雖然他們粉絲很多 但是在國內也一直就是說 因為他郝海東發言比較自由 也經常被有關當局注意 也沒有什麼好的發展 現在呢他跳出來 跳出來以後我很注意 他現在和班農混在一起 對 所以說呢班農後面是川普嘛 對 那麼等於說郝海東他跳出來批評共產黨 這個殺傷力是非常巨大的 在中國郝海東的知名度 要比王丹 劉曉波們要高得多得多 對 就郝海東的粉絲非常多 對 所以說他跳出來 中國全面要封殺的 現在中國的網上這幾天 專門在銷查郝海東的 很多很多郝海東的 他的有關報導全部删下去了 所以說現在中國的網上也查不到郝海東 然後到處在消毒 消火 郝海東的很多的朋友 什麼很多的過去發言 而且很多地方有他的紀念館 他的簽名 這些都都往下撤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所以說我覺得等於說中國不是前不久 美國的那個暴動 說中國後面有支持嘛 但川普也沒有閒著 所以說呢他也要給習近平上演藥 所以說郝海東這個發展也對中國的習近平其實打擊很大的 對 而且他對於語論對於民心是打擊很大的 那同一時間 確實中國這一次在政治上是全面的挫敗 那我請教一下鄭浩 剛剛講 國際媒體都評論 韓國瑜的後面是國民黨 國民黨的後面是中國 所以這一次韓國瑜的被罷免 背後當然也意味著中國的失敗 可是外界也在觀察 韓國瑜還能hold這個韓流跟韓家軍資產 hold多久 其實這樣子韓國瑜不用hold很久 韓國瑜只要把這個韓家軍怎麼樣 足以讓他當選國民黨黨主席就OK了嘛 所以對於韓國瑜來說這件事情其實相對單純 國民黨二十幾萬票太簡單了 江啟成是國民黨史上最弱勢的黨主席 要人沒人沒韓粉 要錢沒錢沒有黨產 要江湖地位沒江湖地位 只是一個立法委員 坦白說跟江啟成本人沒有關係 國民黨本來就是這樣的組織 所以今天才被發現嘛 在6月6號的時候霸函的時候 國民黨竟然提出一個新聞稿 有英文版跟中文版 英文版竟然寫得 我寫得很高昂啊 說什麼 江啟成表示國民黨反對共產主義 可是在中文版的時候反對共產主義 這幾個字不見 很簡單吧 江啟成不敢去得罪那個最敏感的神經嘛 坦白說我從以前就說正統的藍營的價值觀 叫什麼叫做反共不反中 我反對共產黨的體制 可是我對於中華民族或中華民國或是中國人 坦白說沒有什麼惡意也沒有什麼什麼 什麼要討厭他們等等 江啟成不敢把這件事弄出來嘛 所以為什麼說江啟成很弱勢 幾件事情可以看出來 第一件事情 我問江啟成敢寫韓國瑜的敗選報告嘛 國民黨每次大敗都要寫敗選報告 2020年1月11號大選嘛 我們大敗後 1月15號敗選報告就出爐了 就是四天後禮拜三嘛 對 禮拜六大敗 吳敦利手腳那麼快啊 都是這樣子啊 都是這樣子啊 吳敦利手腳快啊 因為吳敦利就是要整韓國瑜嘛 剛才寫出來嘛 好了第一次中場會過了嘛 下一次喊個中場會 江啟成敢寫嗎 敢寫到像吳敦利那麼肉骨嗎 不敢 第二個 他敢拔韓國瑜的中常委嘛 韓國瑜現在中常委是因為他是高雄市市長 所以被指定當國民黨的中常委哦 趙冠利過去所有國民黨的指定中常委 你其職務消失之後 中常委職務就拔掉嘛 比如說過去的農 過去還有農委會的時候 農委會主委一定是 然後內政部長一定是 交通部長一定是 然後管仲敏那時候 國發院院長的時候也是 好了整件事情來了 今天韓國瑜消失了 他的所謂高雄市市長職務的時候 江啟成敢說好抱歉 你韓國瑜以後不要來開中常會 你不能進來中常會 你未來進來開中常會的時候 我的保安把你趕在外面說 不好意思你現在是素人 你現在是素敏 你不能進來開中常會 江啟成不敢嘛 所以整件事國民黨整個氛圍 在幹嘛在吸韓粉嘛 國民黨從2018年8月9月 時候開始吸韓粉嘛對不對 吸到現在嚴重出現幻覺 到現在還以為自己是 全台灣人多數 到現在還覺得是被霸凌了 甚至講出高雄130萬人 支持韓國瑜這種話 國民黨上下還相信 還跟不是嚴重出現幻覺 跟現實脫節嗎 可關鍵是會敗光選票嘛 好了你吸了兩年 階段期要多長 一定是兩年以上嘛 所以這時候更需要一個強勢的領導人 可江啟成偏偏不是啊 所以具體作為會發生在哪裡啊 國民黨現在毫無領導 就毫無領導能力跟毫無方向嘛 第一個 講遍地開花的報復性罷免 當苦主是我旁邊這位嘛 很清楚現在遍地開花 一下說要罷免黃捷 一下說要罷免3Q哥 一下要罷免王浩宇 你開戰線開那麼多 對象選的也不對 黃捷跟3Q哥坦白說 社會形象比較好嘛 罷免王浩宇一個就夠啦 你戰場不能開那麼多嘛 他們比較爭議的就好 這確實是嘛 像民進黨要罷免 集中火力先打 本來就是這樣 那你打三個多好打 這個要減掉 不是 民進黨也不敢 一下罷免韓國瑜 一下罷免羅秀英 一下罷免侯友宜嘛 他就罷免韓國瑜一個 本來就這是很笨的措施 可是羅志祥開炮了 都說要全面開戰正面對決 可是黨中央呢 欸這兩個是黨公職 一個是隔石院的院長 一個隔石院的副院長 你都不敢講話 所以現在國民黨整體氛圍 就是含粉吸到底 毫無章法與現實拖解 出現幻覺 我真心建議罷免王浩宇就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全球反中的同時 台美的國際關係 國際地位不斷的拉抬 那與此同時事實上 在國機國造跟國艦國造的部分 低價國機國造的湧英 事實上已經要是非了 所以這一次台灣確實 也開始集中支援 增加我們的國防軍事的戰力 對 台灣的國家安全 最重要當然是靠自己 好 那這個國家安全 那譬如說相關的演訓防衛 我們當然做好 我們該做的準備 另外在所謂的 這一個國防自主的部分 特別是譬如說相關的武器裝備 如果台灣自己能夠打造的話 不用依賴這個外援的話 某個程度 當然對我們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那特別是國造的高級教練機 永英 這兩天在台中的 這一個漢翔公司 它事實上進行首度的 這個抬頭試飛 那很多的這個國內的軍迷 都非常引頸期盼 那也都是鼓掌較好 特別是因為這樣的一個高級教練機 我們過去觀察這個案子 事實上這個案子從2015年 那時候馬政府開始就開始在執行 那因為我們這個過去 這個空軍訓練的 它是三機種三階段 那本來這一個後面的包含 這AT-3跟F-5 因為這個機型慢慢老舊了 那當然有必要要換新 我們的高級教練機 那在中科院自己的這一個設計 相關的研發 那配合漢翔公司 未來生產打造 那終於我們首架的湧英 到外界看到 那很順利的升空 那當然這個背後的重要意涵 就是說國防自主的一個 特別是這一個 我們靠自己的這個能力 這個培養人才也好 那開展這個國內的 國防工業基礎也好 這都非常的重要 特別是這一項軍購案 它的這個總價格 它要這個採購66架 那總金額高達683億 那我們過去觀察這個案子 從馬政府開始拖了很久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本來軍方 有另外兩個選項 第一個是美韓合制的T50 精英的高級教練機 那第二個是義大利的M346 那這兩型都算是國外造的 那我們甚至都到義大利去採訪過 看過它的M346 那不管怎麼樣就是說 過去台灣軍方的習慣 傳統習慣喜歡依賴外援 那買現成的 那這個部分 因為這樣的一個做法 事實上某個程度 我們要把很多的這個國家資源 要送給國外 那等於說我們自己也沒有辦法 培養人才 特別是我們IDF戰機 這個等於說量產之後 後續的很多這個航空工業人才 都這個流失掉 那因為這樣的一個 永鷹戰機的一個機會 等於說我們重新培養 我們的這個航空工業人才 然後累積自己的這樣一個 製造飛機的能量 那除了是很多的軍用 民用的這個技術 都可以相關轉移 運用到我們的國內產業之外 另外很重要就是說 用這個當作基礎 我們事實上未來中間願意 希望打造第三代 我們自己國造的戰機 那盡可能的避免外援 那靠我們自己 那回到這個所謂的外援的部分 是當然美國如果願意協助 或國際盟邦願意協助 當然對我們來講 當然是有更多的這個利多 特別是美國的一些相關的 軍事上的一個動作 某個程度來說 當然我們為什麼一直在關注 美軍的動向 事實上當然不是完全要 這個把我們台灣的安全 寄託在他們的這個協助上面 主要是說美軍在亞太的行動 特別是軍事上的動作 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國際的影響 就是說如果美軍加大 在台海上面的防衛能力 某個程度就有助於 嚇阻北京對台灣的沉動 那也就是降低中共 對台動武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變數現在持續在變化 那當然很重要 所以我們持續在關注 那特別是我們看到這兩天 這個雷根號航母 他離開橫須賀 又這個進入所謂的 這一個可能我們研判 他初期應該會在現在 台灣東面菲律賓海 進行相關的演訓 然後之後應該會穿越 巴斯海峽進入南海 因為這個南海 已經這兩個月有一段時間 美軍沒有航母打擊群 在那個地方活動 那這個美軍的這個雷根號 他航母第五航艦打擊群的指揮官 還特別出來一段話 講了一段話 過去他們軍方的這個將領 不太會講這個軍事以外意涵的話 但他這一次講得很白 他說這個雷根號 這一次出海戰備巡弋 主要的目的就在支持盟邦 跟什麼遏止地區的侵略性行為 也就是說這種侵略性行為 對美軍來講 已經看得非常明顯了 那我們看到前兩天 這個解放軍的蘇凱30 才又來逼迫台灣 所以某個程度 美軍加大這樣一個防衛台海動作 當然有助於遏止 這個解放軍在台海的 這相關的這個侵略的蠢動 那更重要的是說我們觀察到前幾天 是不是 美國有一架軍機C-40A 他這個進入台灣的領空 那這個部分 我們要強調 這的確是一個很有指標性的一個動作 特別是像這一次 國內也有其他專家學者的解讀 是相對比較單純化 認為說可能是天候因素 可能或者是台灣東面 進行相關的演習也好 不過我要提醒就是說 同樣的我們如果往兩年前推 那2018年7月 第一次我們看到有兩艘伯克級神盾艦 直接從這個他本來在南海巡逸 然後取到台海 穿越台海 然後北返回去他的這個橫雪河基地 那一次的動作 也有國內專家學者說那是為了躲颱風 是為了超捷徑 因為過去他們都要東繞 可能比較麻煩 但是事實證明他後來每個月都來一次 所以這樣的一個指標性的動作 事實上我們還是要持續觀察 也就是說這一次美國軍機 他是進入台灣的領空 是不是如外界想的這麼單純 只是單純的渠道 便利 躲颱風 我們後續再看 那當然這一個 台風紀還沒來 對 你看 真正的颱風也還沒來 是啊 所以未來兩個月搞不好常常來 其實我覺得美軍的這個動作 某個程度 他如果真的要做的時候 天候因素事實上都不是影響 那如果真的是沒有要做的時候 天候因素就變成一個變數 所以這樣的一個政治上的一個意涵 我覺得都成分都很高 我們不要忘記 美國過去美軍 他除了有很多 在海外的這個所謂的 真正軍事作戰 所謂的熱戰的經驗之外 他跟蘇聯打了四十幾年的冷戰 在這冷戰的過程中 軍事手段 他是一個重要的工具 迪悟我在這一個相關的 這個戰略棋盤上面的攻防 事實上一步一步 都有很多的這個可以升級 或降溫的相關的措施跟手段 那像美軍玩這個太會玩了 他們只要做一個小小的動作 事實上可能這個問題丟給北京 北京就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 所以他這個C40經過台灣的上空 當然看起來飛的是一個 好像一般國際航線航道 那好像對他來講是便利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未來他可以經常性的都為了便利 都可以這樣飛 所以這樣的一個動作 而且現在是這一個軍機嘛 那會不會下個月颱風季來的時候 颱風風雨比較強 然後航空母艦在西太平洋 現在有三艘嘛 那就突然靠一下高雄港停一下 因為香港現在不能靠嘛 對的確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這個空間 事實上留給北京自己去想像 因為事實上如果說要有天候因素 各方面人道救援都可以 事實上基建故障啊 很多的理由 事實上美軍隨時 不管海上的或空中的 事實上都可以進入台灣 這樣的一個動作 某個程度我為什麼說持續觀察 因為我們要看解放軍 他下一步會怎麼走 如果美軍今天做了這個動作 然後解放軍他下一步 又加大對台的這個軍事恫嚇 那我們當然跟他談的 這一個劇本就可能 這個一步一步的出現 那如果我說解放軍他收斂了 收斂了的確 美軍他某個程度我就點到為止 那某個為什麼我們在意說 美軍的這些動作的確 因為你看他這些策略性的 一個運用某個程度 他就會對於解放軍 在台海的相關的動作 會有一個遏止的效果 而這個國際的外部環境 當然某個程度是確保 台灣安全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回過頭來 還是我們前面講的 台灣國防靠自己 我們有堅強的實力 某個程度不管 外在的國際環境 怎麼樣的變化 至少對於解放軍 都有一個嚇阻的強烈的效果 好 那剛剛談到的是 美中的這個國際的環境 老美的這個反中抗招 抗中的浪潮是不斷的延燒 那同一時間這一股浪潮 也燒到台灣的政壇了 所以呢 韓國瑜這一次遭受到的 確實也是非常大的衝擊的罷免 那93萬張多的這個選票 外界也是用一個非常強勢的 這一個反彈的力量來解讀 可是同一時間 韓粉的反彈點名到王浩 王浩瑜要不要回應一下 因為其實我說實話 就我們黨內其實我們都有 很多議員互相的溝通 我必須說一個實話 就是我們黨內的一個共識 就是希望就我們已經算是 一個相對罷免的受益政黨 所以我們不應該去激化韓粉 所以其實那天 可是韓粉覺得你發的臉書 都在激化他嗎 對 就是你只要罵到他就是激化 然後民眾黨的柯粉 也覺得你發的臉書都在激化 對 他有時代力量 對 就是事實上當天晚上大概 我大概是比新聞還早 大概半個小時 因為我都跟一些高雄市政府 前機要的這些人員在吃 就是算一個慶功宴 那我們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還第一時間不敢發 我們大家都認為是假消息 你比新聞早知道 這個許昆源的意外 對 但我們沒有先發 因為我們要查證 而且當下其實大家都覺得 會不會是什麼假消息 或甚至中共的網軍來製造謠言 讓製造動亂 我們那時候還說 這一定要很小心的處理 所以我在發新聞 是等到這個蘋果日報 跟其他媒體的推播 不要不要不要跳出來之後 我才把它拿來貼在我的臉書 那貼臉書的時候 大部分的媒體其實第一時間 是用跳樓這兩個字 對 那但是我把它改成墜樓 因為我說我們還沒有辦法確定 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 或任何的意外 所以我們應該要用墜樓 兩個字會比較中心 我還這樣去調整 沒想到五分鐘之內 因為我的臉書上就湧入了 大概三千個帳號 不斷的洗版 說你不要消費許億這樣 我覺得非常的不尋常 所以當時我為什麼刪掉 是因為我覺得 好像就有一股力量 要把這件事炒起來 所以當下我就把它刪除 沒想到還是被許巧心 或被一些藍營的人 拿來到電視上拿來做炒作這樣 好 那你怎麼觀察 這一次韓粉點名你 報復性的罷免 而且在桃園的這個藍軍的結構的票上面 如果硬要推罷免你 剛剛李正浩都點名 他覺得罷免你成功率最高 對 因為畢竟我 我基本上我除了民進黨之外 其實大部分人我都有讚過 比如說像柯粉 或者國民黨 或者韓粉 其實我算是 我覺得白目啦 就是在我自己的選區 就是2018年3月 我第一次來上這個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全部都是韓粉 我有說過嗎 走在路上 每個人手機都是韓國瑜的桌布的時候 我就上這個節目罵 那第一次上的時候 我還記得辦公室瞬間 就是幾百通電話 就是打不進來 就是韓粉就一直罵說 欸 議員你幹嘛講韓國瑜什麼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是對的事啊 如果那時候回到過去 我還是會說嘛 所以我覺得 作為政治人物 你不能因為你的選區的性質 你就改變你的立場 就是說你覺得不對的事情 你還是要去捍衛 或你覺得對的事情 你還是要去 去積極的去幫他說話 這是我的態度啦 那至於這個罷免的案件 其實當天 如果你的罷免案真的成立呢 呃 當天現場的狀況 其實我先講一下 就是到我的服務處 丟水球 雞蛋的這些人 其實警方有算人頭 大概一百出頭 那也有把他們就是逮捕一些 就是妨礙公務的部分回去算 結果沒有半個總理人 但是很多都是一些高雄來的 比如說 好真的喔 對 幾乎沒有總理人 性能哥啊 對 比如說性能哥啊 人舞阿弘啊 而且重點是 他們每一個都拿著麥克風 第一句話說 我們今天不是代表韓國瑜來的 我們是針對你王浩宇 我們不是韓粉 可是重點是這些人不就是平常這些韓粉的組成嗎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說 其實我的罷免案 我覺得在韓粉介入之後 被歸類成韓粉之後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相對的一個保護啦 就是說大部分民眾會認為說 欸 我其實是跟韓粉對抗 那事實上也是韓粉主導 所以這個罷免案我覺得難度也是高的 但重點還是說 其實現在國民黨遇到的是 他們九十幾萬的一個罷免票耶 我覺得做任何的報復性罷免 民眾都會覺得說 你完全沒有反省的感覺啊 你畢竟剛輸了 結果你還是去罷免別人 那另外就是說這樣子的罷免 其實剛剛鄭浩講 我也認同我是容易被罷免掉 如果國民黨就是積極的動員 可是這只能凝聚國民黨全國大概十幾%的支持度啊 現在國民黨的問題不是那十幾%的支持度 國民黨的問題是他要怎麼變成 過去的二三十%的支持度的一個政黨 如果他還是用這種罷免的態度 我說實在話受益者是民眾黨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的民調從上禮拜六到罷免結束之後 國民黨是略為下降 反而沒有上升 20到39歲這個整個區塊反民進黨又不支持 國民黨的區塊是被民眾黨整個收割去的 真的喔 對那這個當然對民眾黨是很傷的 國民黨是很傷的 所以那表示國民黨越亂 寒流越亂 其實柯文哲相對越受益 對所以今天國民黨最 如果最能夠做最笨的一個做法 就是高雄去跟民眾黨合作 因為當你在高雄跟民眾黨合作之後 你就等於拱手的把20到39歲 這些所謂的年輕選票 永遠就給國民黨了嘛 投國民黨也是等於 投民眾黨也跟國民黨一樣 這對民眾黨來說是一個擴展的機會 但對國民黨來說 未來他這些要擴展怎麼辦 他選票就萎縮啦 未來就定位在那裡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第一個就是 爆破性罷免 我覺得我也尊重 可是我覺得現階段是不聰明 你只能凝聚你十幾%的韓粉票 但是外面的觀感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絕對在高雄一定要自己派 無論如何都要自己有自己的定位 否則民眾黨正在侵蝕國民黨的基本盤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事實上台灣今年 因為疫情的抗疫成功 使得陳時中的這個人氣民調非常高 他事實上還是雙北的2022的 這個首長的黑馬人選 不過同一時間這一次台灣各界也會去睜大眼睛 去看整個健保制度某一些不合理性 那特別是這兩天因為健保署好像丟了一個新規定說 以後一財自費的某些項目要訂一個上限跟天花板 那這個新聞在一界炸鍋了 一界從這個消息一出來當天晚上就爆了 那到現在我覺得已經燒焦了 已經不只是燒起來叫做燒焦了 那先講幾個事情 當然他現在講的是所謂八大類衣材 這幾類衣材很重要 大家看一下這幾類衣材是水晶體 是這個心臟支架 是這個腦室到腹目引流的東西 是心臟導管 也就是這幾樣東西都是你裝上去之後 不是馬上可以換掉的 技術層面很高 然後你要千萬斟酌我要不要裝這個東西 那我先補充 這些東西都有健保給付的項目 這個手術是健保給付的項目 然後這個治療是健保給付的項目 健保有沒有給付人工水晶體 有健保有沒有給付這個心臟支架 有 只是說健保給付的跟這一些 他必須要額外致付的不一樣 額外致付的他的項目不一樣 他的所謂的功能比較多一點點 或者不太一樣 那健保署常會出來講一個 讓所有的人都跳起來的話 叫做同類 他是同類一材 所以他的功能差不多 你應該收差不多的錢 那大家一句話啊 每個房子都是上面有屋頂 後面有四道牆啊 為什麼價格差這麼多 每一台車子都四個輪子啊 那你跟我講說 每一台車都應該同樣價錢嗎 那當然我同意 我們在所謂的致付額的部分 他有一些不同的收取 也就是說可能A醫院跟B醫院中間的價差很多 那第一 所以我打個岔喔 假設我要換人工水晶體 我們說明一下 比方說假設我有糖尿病 然後這個10年過後 我的那個人工水晶體就壞掉嘛 那看的視線就不清楚 很多老人家就會換這個人工水晶體 然後呢 首先第一個是 我有健保給付的可以用 但是一般觀眾就會覺得健保的東西比較壞 很多人就會用自費的這個項目的人工水晶體 那自費確實金額比較高 現在喔 這個一般的這個原本的最高額可能是有12萬的 好這裡頭有價差 如果你經濟能力可以 你可以換好一點的 如果你經濟能力不允許 那沒關係 也有健保給付的可以選擇 所以你可以有一個選擇權 對 好 然後呢 現在呢 健保說 砍下來啊 以後自付的上限就是7萬 好 那這個喔 在一般的民眾眼裡聽到會覺得不錯啊 我一樣是換好的 我本來是12萬 我現在7萬 我省錢耶 便宜耶 健保造福我 省了4萬多 健保署最愛講這個話 所以他們就會出來開記者會講說 造福多少人 意思就是說 你本來要花比較多錢的自費 那我現在讓你花比較少 我用這個表跟大家舉例喔 剛剛提到這些治療它不是全部都是自費 也就是說它本身是健保有幾副的治療 然後健保也有幾副醫材 所以比方這一包 你某一個治療 然後我有一包的住院啦 治療啦 醫師啦 護理師的薪水 然後還有一份這個醫材 那後來就會說 因為你的所有治療會日新月異 醫材也會日新月異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我有沒有辦法提供新的 那醫生會去國外學新的東西 或我們會學新的技術 我們會研發新的這個器材 所以我們站在醫生的角度 你不能跟病人講說 就只有一種叫做健保 其他都不要想了 我們有責任告訴病人 你有哪些選擇 這個叫知情同意 那我們當然告訴他說 你有醫材B醫材C醫材D 那我們也沒有跟你多 就是說多給你做什麼樣不對的事情 也就是說健保還是給付 下面健保給付這塊沒動 本來健保給付你醫材的錢 醫生也不會跟你拿走 這塊都還在 你補什麼 補上面這個叫做自負差額 對 那自負差額現在健保就是要管這塊自負差額 那我們會知道不同的胃材 會有不同的BCD 會有不同的自負差額 那健保他們說 他們去查了 他覺得差額差太多 所以他這麼一砍的上限 會有八成九 全部要調降 第一個邏輯很奇怪 如果你的意思是說 有些人太誇張了 漫天喊價 收太貴了 收太貴了 我希望你好好的節制 對 我覺得你這樣 我希望你好好的節制 太亂 八成九耶 八成九是極端值還是普遍值 我再講一個事情 我現在回臨床工作 我的病人常常會跟我問說 林醫師這個保健品可不可以吃 保健品動輒千動輒萬 可是保健品是所謂 在健保署的規定 在衛福部的規定叫做 不得宣稱療效 也就是說 它是不能宣稱療效的 食品補充品 它賣好幾千好幾萬 健保署你是管不到的 你也不管的 可是這種所謂醫材 是經過全世界專業 醫學人員 我們做了評估 而且他還要得到這些證 他要拿每個國家政府的證 它是合法而且是必要在醫療上面使用的 你跟我說你們賺太多我不可以 這是很奇怪的邏輯 而且醫材是有世界行情的啦 對 它有世界行情 它有世界行情 比方說我們再舉一個案例 很多老人家他會裝這一個關節 那人工寬關節 它有不同的材質 對它有不同的材質 所以比較好的陶瓷的材質比較貴 那所以原本的這一個最高的致付額可能是8萬多 現在健保把它砍到5萬多 對 可是我跟觀眾朋友講 8萬多你換一個 你在台灣搞不好換一換 加上住院治療幹嘛 反正你一二十萬打發掉 對 一模一樣的東西你在美國做 一模一樣的東西你在美國做 大概要100萬台幣 就是說醫材是一條錢 可是醫生也要賺到風險 健保的東西都幫你做 沒有健保的這個相關的長官有跟醫師 因為他們一直說有跟醫師開會嘛 在那時間醫師也跟他們開會說 你不能切得那麼死 你要評估一下我們的醫療成本 我們的專業成本 健保署說醫師你們有社會責任 你們收完了這個位材的錢之後 你那個技術費用的部分 你要付出你的愛心 那我告訴民眾 那行政院要不要跟建商講 要有社會責任 一平房子不要賣200萬 不要賣100萬 那我這樣講 好 對民眾會發生什麼事 他現在講說我要做一個上限 對不對 所以我本來BCD 可能會有不同的致付差額上去 我現在畫一個上限在這裡 對 好 上限畫下去了 你只能多收這些 對 聽起來很好 很美好 告訴民眾說你會受益 因為你只需要多付一點錢 第一個事情 我的C跟D的衣材 如果發現上限 我是在上限之上 我的成本早就超過了 你覺得我們是要佛心的 讓大家用一台 用一個賠一個 還是我直接退出市場 這個有點像藥物也一樣 對 跟之前的原廠藥一樣 對 台灣事實上 現在面對很多原廠的藥廠 他直接退出台灣的市場 為什麼 因為他被健保砍價錢 我們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民眾會跟我說 我吃這個藥 我覺得我可能效果不好 或者是副作用比較強 我有沒有別的 那我們會知道說 有啊 別的國家有 馬來西亞有 新加坡有 韓國有 不好意思 台灣沒有 因為人家撤出去了 那現在跟大家一段 一直不斷提醒的 就是健保署都告訴你說 你會有好處 我們現在講了 如果是新的 它超過這個成本 超過這個上限 你覺得台灣市場很大嗎 台灣市場很小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已經健保先訂毛了 我的上限又砍下來 第一個 所有這些東西 直接撤出台灣市場 第二個 台灣本身的廠商 我也不要研發了 因為我研發之後 我都被你蓋住 我完全不負成本 最後 大家講說 沒有關係啊 那這樣子我還有一些東西可以挑 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覺得新開發出來 新發明出來的衣材 是比原來的貴還是便宜 通常都比較貴 那這樣新的東西完全進不來 因為它一定超過上限 對 那健保過去在處理 健保藥物它還有一個東西 叫價量調查 什麼意思 我去調查 我現在給付你這個藥 一顆三塊錢 為什麼這家醫院 他們可以拿到一顆兩塊 你多拿 我之後就把這個藥品給付 調成兩塊 也就是說現在的這個蓋子 它不會永遠在這裡 它只會持續往下降 好 那麼這個問題就會出現 民眾大家覺得 現在好像覺得 你可以用比較少的錢 獲得比較貴的資費一財 但是在過幾年之後 你就沒這個東西可以用了 好 那我再跟你討論一個問題 外界有一個批評跟抨擊 這一次健保署 可能突立保險廠商 為什麼外界會認為 健保砍這一個天花板 事實上在圖利保險公司 我當然不能直接說他圖利 可是我用這個 寧觀這邊這張表來跟大家講 比方說人工水晶體 最高致付的是12萬 那麼我們有的民眾 他的保險 醫療 私人醫療保險有兩種 有的是 這個疾病我就統包給你 一個是說 我就要十支十付 所以如果我是保 十支十付的民眾 我在當初在繳保費的時候 我得到的資訊是什麼 未來如果我需要治療 我去開刀 醫生認為這個東西 符合我的需求 那我用了你保險公司 要給我十支十付 也就是說這個狀況之下 我去開一個人工水晶體 我除了健保給我的保障 我不用自己花錢之外 我還可以把這12萬 跟我原來的保險公司申請 你要給我這12萬 所以十支十付這個事情 原先我們是希望能夠 讓民眾 也就是說健保 原來給你的照顧之外 如果你行有余力 你去保一些險 那麼你可以 未來你有機會用比較貴 或比較新健保不給付的位財 而你的保險公司幫你處理 這不就是保險的邏輯嗎 好那麼健保這一次 他把這個自付的上限 砍掉了之後變成什麼 對民眾來說初步沒有差 因為我同時還是用了這個東西 對保險公司有差 因為我原來要付你12萬的 因為健保把上限給蓋上去了 所以醫院只能跟你收7萬 那麼這個時候保險公司 只需要幫你付這7萬 也就是保險公司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就省了這5萬塊錢 那這個動作我剛剛說 民眾一開始會覺得不錯 反正我也沒有多繳錢 我的保險也幾付 問題是你想想看 你當初在繳保費的時候 他告訴你的叫做10支10付 這個東西多貴 你用了只要是符合需求 我都把這個保險的錢都給你 都給付給你 那我剛剛說了 健保這個東西 第一個動作 是先讓保險公司可以少付一點 好啦 你要說讓保險公司少付 那你要不要退我的保費啊 因為當初你告訴我說 這個東西再貴 你會幫我付嘛 好沒有問題 我還是照標準 他有上限在這裡 那接下來的狀況是 這個上限一砍 我剛剛說了 有很多新的 比較貴的 再也不進來台灣了 再也不給付了 我醫院直接不買了 醫生直接跟你說不好意思 我沒有這個東西可以做了 那我當初買這個10支10付的險 可是我用不用得到這個東西 我用不到了啊 我用到的東西是只有純健保的這一塊 健保已經給付我了 然後我的私人醫療保險的10支10付 我根本用不到了 因為我只有健保那一塊 那為什麼這一次陳時中的這一個新政策 引來這麼大的反彈 這會使得陳時中從神壇走下來嗎 我想他對於民眾這一邊 大家還是很支持他 那這個消息剛出來的時候 醫療界第一個想法就是 一定是健保署搞得貴 因為我們已經很習慣健保署常常出這種招 可是昨天陳時中部長在記者會裡面 他也強調 他還是跟著健保署的說法說 這個亂象太嚴重了 我要保障民眾權益 這樣講起來部長會讓大家很傷心 就是說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們都沒有在保障民眾權益嗎 你覺得這些在為民眾未來 能夠持續擁有新的好的醫療品質 在發生的醫療人員 我們是在不顧民眾的醫療權益嗎 真的部長要聽一下 除了健保署給你的資訊之外 也要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說我常常這樣講 那部長的邏輯如果能通的話 我會期待部長去當內政部長 然後去設房價上半線 上線然後保障民眾住的權利啊 其實我們之前在講說這一個 我們叫做年金有沒有 我們在砍年金的時候 在那邊談那個費率 其實醫療人員就說 把健保署調去管年金就好了 因為健保署會給你浮動點值 然後他又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今年國家收入比較少 所以你的這個年金 可以要打八折哦 簡單來說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個人認為沒有錯 這個自費的部分 你必須要重新調整 你可以去談 但是你應該跟專業醫學會 拿出證據來說為什麼這個範圍 你們覺得不合理 那我覺得光是一件事情 健保署前天講出來說 他這個大這個所謂上線 一砍下去 八成九會受影響 那就不是健保署講的那麼好聽說 因為太亂了民眾無所適從 他其實很清楚健保署的態度就是 我覺得你們收太多錢了 讓我健保很沒面子 砍 那甚至不排除我剛剛所說的 有一些人提到了 那跟保險的實至實負 會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這個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第一件事情 大家在防疫這段時間提到很多 你去講同樣都是口罩 為什麼要口罩國家隊 同樣都是防護衣 為什麼要防護衣國家隊 如果以健保署的說法 叫做同品相差不多功能 那你就買中國口罩就好了 為什麼要台灣自己做口罩 莫名其妙你根本自己自己打臉 那總統在今年也提到了 我們既然有這樣子的國家隊 我們接下來台灣這一次 全世界都看到台灣的防疫成果 台灣的醫療能力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開始發展 台灣這些好的醫療產業 結果你現在在台灣 我們加上了這種新藥新衣材的蓋子 讓你不要發展 你根本不但是 不讓其他國家這種東西進來台灣 你完全限制了台灣 這些所謂生技醫療產業的人 去研發的可能嘛 因為我健保已經是低價了 那我一直認為說 沒有錯 健保一定要維持在這個低價 因為民眾 比較所謂一般的民眾 你能夠受到照顧 但是你在這裡 這個上面的蓋子一直蓋在這裡 你不斷的蓋蓋子 而且往下壓的地方 台灣的醫療只有沉淪啊 台灣的醫療不會往上走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哦